南开科大结合草屯热灵学习中心 与南开热灵教室 举办银法族老化探讨讲座 邀请该校教授来讲课 并透过测试脉搏与心脉的仪器 来切入教学 进而带入基本检视自身健康的知识 以及如何调试面对老化的心理层面 帮助他们来成为健康又快乐的银法族 主要是我们南开科技大学 对于成人教育学院 有关于身心健康促进的课程 我介绍的课程就是包含身体方面跟心理方面 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体机能能够持续健康活化 心理怎么样去建设 让自己有一个非常健康活泼的心情 然后能够加深自己身体的健康 所以它整个课程的设计 就是从身体跟心理两个层面来做介绍 刚刚大部分介绍的都是身体方面的 下一个课程我们就会介绍心理层面 参与的银法族也表示 来参加老化探讨讲座 受益良多 也能让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 课程就是身心健康 对乐龄方面 就是对老人退休后身体的健康很重要 就是说这个郭老师 他的上课就是很多 那个多元化 就是说一个人要多运动 要保持心情开朗 而且要保持心情愉快 要持续持之与恒 不能说想运动就运动 不运动的话就在家里睡觉 看电视 这个不太健康 针对讲座 议员检世盛表示肯定 同时感谢南开科大的教授 愿意走进地方学习中心 来将知识传达给更多的鹰发族了解 也希望能将此类型的讲座 推广出去 造福更多的鹰发族 南开的教授 老师都来教我们的乐龄 我们的长者 来教一些 我们的地方上 这个中心 普通要做什么事情 比较无聊 这由我们社会的付出 尽量来教我们 来教我们三天教我们 我也觉得这是真好 来帮助我们这些乐龄长者 让他们有更好的学习的空间 来教导他们 这些我也代表我们南教官 我们的议会 来感谢南开教授 乐龄中心 这些花样出去 来到山上帮忙 大部分鹰发族退休后 经常待在家中 看电视 找不到生活的重心 也不太会去注意到 自身的健康状况 容易造成快速老化 希望透过老化探讨讲座 来调整他们的心态 以及掌握身体状况 让退休后的生活 过得更加快乐与精彩 米西雯林轩 炒吞菜访报导